今天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我收到了我的新的玩具 這個是 GoPro 10 那這一次呢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麼買到這個 GoPro 10 的 因為這一次買的方式比較特別 以外我們可能都是直接去相機接 或是直接去一些網路上面的通路 PC 或某某這些 然後去看有沒有比較便宜的 或是俠皮賣場 但是這一次呢 我是直接跟 GoPro 的官網訂購的 那其實現在 GoPro 直接跟官網訂購 是還蠻優惠的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總共這一次花的錢好了 像我通常買東西 我都會先進一些比較網站 那我就直接給大家看 那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搜尋 GoPro Hero 10 的話 最便宜的大概就是這個 一萬五吧 Momo 的這個網站 對 然後差不多 就是從一萬五開始起跳這樣子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一次的訂購單 你可以看到我的 GoPro Hero 10 啊 價格是299美金喔 然後呢 它也送一個 32GB 的記憶卡 那這些是我額外在加買的 像這個啊 就是它的媒體模組 其實在台灣賣的話 也都是三四千塊錢 但是啊 在官網上 因為我有買這個會員的關係 所以呢 它的價格就變成55美金 然後呢 這個電池呢 兩顆電池 而且是長續函 就是 比較耐用的這個電池 它比較耐寒的電池 兩顆是4美金 那為什麼會這麼便宜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呢 是一個 GoPro 的一年的訂閱服務 它只要50美金 但是呢 你訂閱之後啊 像是 GoPro 它原價是 499 就直接折完變 299 然後啊 像這個媒體模組 幾乎也是打對折的情形在賣 這個電池也是對折 而且這個是在官網上面 就可以直接訂購 那你等於說是 用一年的訂閱 50美金 然後我這一次買 Hero 10 我就至少省了多少錢啊 我看一下喔 299美金是台幣多少錢 299美金 299 299美金換算台幣 今天大概是8799 然後呢 我現在先都不講 我買的配件 因為配件很多是從五折開始起跳 這樣子 台灣的話是賣一萬五嘛 那如果是從 GoPro 官網訂的話 是 299美金是8799 所以就差了 9千 最少差了6千多塊錢 那 即便是加上運費 好運費我必須老實說 如果你是跟 GoPro 他們自己官方的網站 直接下單到台灣 因為他是 我是從GoPro台灣的網站進去 但是理論上 shipping 是全省的費用 是全眠的 但是 他會加上一個 蠻奇怪的明目 就是 我忘記他加什麼明目 就是 類似 tax的問題 就是 稅務的 明目 我看一下喔 他是叫做 tax duties 跟 fees 就是 稅務 關稅這樣子 還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 費用 但是 這個部分 他收了92美金 所以92美金 算起來 現在台幣是多少錢 算起來是2700台幣 所以如果單純買一個 還有GoPro 然後又是從官方頂的話 是92美金 再加上299美金 所以是大概391 391美金的話 大概就是台幣11500 那跟你直接在台灣的通路 買15000的話 還是省了3500塊 但如果你想 還想要更省錢 其實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送貨地址啊 送到美國的其中一個集運廠 就是類似淘寶集運嘛 那只是 美國其實也有很多 在做這種代購的 那你就把他寄到那邊 那他們就會 你可以再付一筆運費 我看網路上人家分享 大概是800到1000台幣 之間 那就可以把他運回台灣 那時間應該也不會很長 喔對了我這一次訂購啊 我記得我是禮拜一訂了吧 然後 禮拜四還禮拜五就到了 很快就是 三四四四天左右 四五天就到了 那我是從官網直接訂 也不需要填什麼包館的東西 那如果你是 從美國訂的話 你就是變成1000塊嘛 所以你的成本啊 你的成本就會變成 哇超便宜耶 你的成本就會變成299美金 就是大概8700嘛對不對 那你的成本就會變成多少啊 哇超便宜耶 299美金 那你就變成8800加1000 不到一萬塊 所以你最少就省5000塊 單買這個機身 所以真的是很划算啊 那就提供給大家 如果要買GoPro的話 也可以這樣子 不過這個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的那個 Subscribe之後不用了 因為GoPro他現在也是希望能夠做一些雲端的服務嘛 就像是 蘋果啊 就像是 Google 他們都會做一些 訂閱制的服務 就是每年每年 每個月每個月要付錢的 那像GoPro也有 那他的功能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有一些 你的一些素材 影片啊 照片啊 你可以存放在那邊 當然 我是沒有仔細研究到底是怎麼樣啦 因為我目前是打算先 這樣子試用一年 我就把它取消掉 那取消掉 我就不用再額外付每年每年50塊美金這樣子 那 至少我這一次花50塊美金 訂閱一年 我 除了可以使用他的服務一年之外呢 我還可以這一次就打折了至少兩三百美金 所以我覺得是蠻划算的 或是你也可以直接買完之後就取消 如果你也沒有想要使用他們家的服務的話 都是OK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廢話不多說 前面先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一次怎麼買到 就是比較便宜的GoPro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開箱 登登 HERO 10 其實這台應該已經出 好一陣子了吧 可能快要一年囉 只是呢 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之前都是用這台 就是HERO Black 7 那這台呢 我們也算用了一陣子 你可以看到旁邊這邊啊 這個蒙皮都有點掉了 都有點陀螺 然後這個鏡頭啊 外面的鏡頭蓋 我忘記有沒有換過耶 反正就有到底也很怎樣 有時候拍攝起來是 確實是有 有一點影響 但我們就想說 反正其實它就是拿來抄拿來摔的嘛 所以就是 也沒有很寶貝它 就是隨便這樣子 能拍就拍的這樣子 那用到現在其實也覺得OK 只是它的就是畫質啊 跟一些穩定度來說 還是有很大的提升啦 所以我後來還是覺得說 我們既然是拍很多旅行影片 所以其實使用到的情境也是算比較多 那其實升級也就是大概一萬塊 那我們就升級看看 因為我們這樣子之後影片呢 應該也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就來開箱囉 這是GoPro 10 登登 嗯 這是我第一次從官網直接交訂貨過來 真的是 還不錯 服務都很快速 好 這個就是它的 也一個印盒 這是它的包裝 但我應該不會帶著這個盒子啦 因為這個 平常要帶出去的話有點 太大了 你看像這個小小的 OK 裡面呢 就長這樣子 就我們的主機 然後 有一些充電線 跟電池 好 這邊是一個Type-C的充電線 然後有一顆一般版的電池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次額外又買了這個 那個 像 endurable的battery endurable就是比較耐用 那其實這個電池啊 你看它就跟這個是有差異 就是說它在 散熱方面 比較好 然後 再對於那個 比較寒冷的環境底下 它也可以用的比較久 因為比較寒冷環境的話 電池可能一下子 它電量就 掉光了 它如果在一些比較冷的地方拍攝就知道 那我只是想說其實價格也沒有差多少 我們就直接 攻頂這樣子 假設以後出去比較冷的地方呢 也比較不用擔心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相機的本身 好可愛喔 竟然是用一個紙的這個 這個去包裝的 欸 GoPro 10 比明顯比較大耶 明顯比7還要大耶 大家這樣子看其實就知道了 現在不是大家都越粗越小嗎 結果 那個 GoPro竟然是 越來越大 不過我覺得 反正就是 就是都小小的 對我來說是沒有任何的影響 然後這邊有一個 很基本的一個底座 螺絲 然後 一個那個 安全帽的 這個 黏貼的 這個我們家有很多 好啦大概就這樣子 其他就是一些說明書 好 那我們就來打開看看吧 我覺得 就是要來打開 用不用看囉 啊 還沒裝電池 電池的話 我看現在它改版之後 還不太會用耶 喔 這樣子拉嗎 OK OK 它電池現在是做在側邊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打開 然後 這個電池應該都沒有電 我先插插看吧 如果有電的話 就OK 所以 這也是一個 缺點啦 就是以後它的電池 是不互通的 那我原本的電池 我有四顆電池 就是會比較麻煩 好 打開 欸可以耶 可以打開耶 Hero 10 Black 有沒有看到 哇 哇 很讚喔 來我們把它撕開 哇 好 那我們就可以進到一些設定的部分 我看一下喔 設定 我們就設定 繁體中文 同意 在等待的過程中 我順便開箱這個 這次買的這個媒體模組 它這樣子買起來 我看台灣賣多少錢喔 台灣賣三千一耶 三千一百八 所以 這樣子買五十五美金 嗯幾乎是半價 划算划算 然後我就來開箱 給大家看 這個是要美工刀的 OK 媒體模組 它這個是 麥克風的防風兔毛 這很重要 這在戶外 有風的時候 真的很重要 然後 哇 整個就是還蠻高大上的感覺 你看這個 這等一下跟大家一起來開箱好了 一起裝上去 好 我先把它下載 我先完成它的那個 五軸 因為它 它要配對這樣子 好了 它前面有一個鏡頭 所以變成說 你可以拍到自己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 應該就是相機本身 對 所以這是最好 因為以前工夫就是說 欸我拍照我不知道 我自己錄的怎麼樣 其實老實說 你不用擔心畫面 因為畫面它就很廣 所以一定不用擔心 但是你要擔心的是 它有沒有一些設定 譬如說 你可能 或是說 有時候後面的東西 或是一些設定的問題 設定錯的問題 你如果有發現的話 就OK 所以這個是還不錯 然後 整個質感其實我覺得有提升 它現在做的 有一點這種 比較 比較 呃 本來是這種橡膠磨皮 它現在有一點 這種 這叫什麼 霧面這種 也不是塑 就算塑膠吧 比較硬的塑膠這種感覺 好 然後我們現在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來放媒體模組 喔 這個媒體模組厲害了 它基本上呢 就是讓你呢 可以外接一個麥克風 以前我們要外接麥克風很麻煩 在這邊 你就看很麻煩 以前就是你下面這邊是那個 麥克風的連接器嘛 所以上面你就變成說 GoPro又變得更大了 所以就很麻煩 然後你還要額外再買 那現在呢 它就是把它一體做一體成型的 當然也會變大啦 只是說它就是這個媒體模組呢 它就是完全吻和GoPro的本身 所以我們就來裝裝看 那從哪邊打開呢 從側邊 一樣是從側邊 這邊 我們來打開看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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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不敢動 因為不太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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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子 好知道了 側邊直接直接搬開就可以了 好搬開之後呢 你就把GoPro這樣滑進去 哪個方向 應該是這個方向 OK 對對對這個方向 好 滑進去之後呢 最後一段好像會有點阻力耶 喔 喔 我知道了 你要打開它的那個呢 所以這個媒體模組 你要打開這個 然後這個的話呢 你可能就要把它 好 所以你媒體模組 你要上媒體模組的話 你這個 旁邊的這個啊 就要把它拆開 那拆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 進去 它就是剛好會卡進 它那個USB的充電線 然後你壓進去之後啊 這樣就可以完全吻合 有沒有 這樣就完全吻合 這就是一個媒體模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外接 音源線 就是外接它的那個 一般的我們的這種麥克風 我們的麥克風 這種 這種麥克風啊 它需要接一條 線 我現在的線在 那個 相機上面 那所以 這邊它要怎麼接咧 我看一下 喔在這邊 這邊呢 它就有三個孔 對不對 這裡呢 一個是Type-C 所以你還是可以充電 因為你的充電孔 借它用了吧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麥克風的線 好 你就是要接一種這種 麥克風的傳輸線 然後呢 就直接接到麥克風的 這個 模組上面 喔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所以它配置呢 就變得蠻 蠻簡單的 蠻簡單俐落 就這樣子 OK 那就變成一個小Vlog機了 重點就是它的畫質其實已經蠻不錯 而且穩定度夠高 而且穩定度夠高 我自己就想說 其實以後我們 蠻多的畫面片段 其實就用這個就可以 因為 有時候 帶小孩啊什麼 真的是比較麻煩一點 每次都拿相機 有點辛苦 所以用這個 把畫面記錄下來 其實是蠻不錯的 對 那收音當然也很重要嘛 然後你除了 它這邊 它有兩個模式耶 所以它還蠻人性化的 就是 就是上下都有 所以它還不錯耶 它是上下都有這個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直的拍 呵 好 所以你想要怎麼樣都可以 然後呢 這邊呢 如果你是要使用它自己的 麥克風的 就是 媒體模組的麥克風 應該也不錯 就是一定也比原聲的好 那你這邊呢 還可以加上防風的 你就這樣子套上去 噢 卡上去 會聽到一個聲音 那就可以了 那像它這邊呢 現在就是用這個去收音 那如果我沒有帶這個 麥克風出門 其實用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也不錯了 我等一下可能會拿這個 出去測試看看 看看它的效果怎麼樣 對啊 還蠻期待的 因為實際上 使用的話 就應該要出去外面 使用會比較準一點啦 那詳細的一些什麼規格 大家就可以再參考 其他的一些網站 好啦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最新收到的 Hero 10 我們現在還有一台 這個 OSMO的Action 2 那 這個Action 2 其實它的用法又更不一樣 它的Action 2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就是 它可以直接掛在這裡 對 所以我們到時候 就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把它拿出去外面 實際測試這樣子 好啦 那就先這樣子囉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 便宜買到 GoPro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就 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